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君 新闻一开始呢要先跟你来看 基隆依娜爱运动特色游戏闯活动 结合基隆在地的元素设计 打造了幼儿六大体能闯关游戏 昨天在深美国小登场 伴随台湾在奥运表现上的好成绩 以及10月份的全国运动会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10月31号 特地在深美国小举办2021 给人依娜爱运动的特色游戏闯活动 一向非常喜欢孩子的基隆市长林又昌 在教育处长林助理 以及市议员陈怡等人陪同下 特地到现场为运动中的孩子们加油打气 也受到家长和小朋友的热情欢迎 不停要求跟市长合照 亲和力十足的林又昌来者不拒 反而像是市长个人的粉丝见面会 谢谢妈妈谢谢 不只合照而已 到每一个闯关游戏关心的市长林又昌 也非常仔细听取教育处 安排这场运动闯关游戏的报告 对于利用简单安全又不复杂的各种设施 以及运动道具 让孩子们借由各种闯关游戏 运动大肌肉和小肌肉 并且鼓励孩子独立闯关 玩出健康心灵 林又昌认为可以好好推广到各个学校 今天是我们特别举办小朋友的体能 闯关的一个活动 刚好疫情也比较趋缓 所以爸爸妈妈很永远带着小朋友一起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园方跟教育处 针对这个闯关的这些邮据 做得很细心的一个设计 而且它收纳也非常方便 所以我刚刚跟处长跟园长讨论 其实未来也可以进一步在我们的幼儿园里面 就可以把这些设备把它转化成是园内里面的设施 那平常可以收纳 那要做这个活动的一个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 那小朋友攀爬 这个跑跳是这个很基本 而且是必要的一个体能的一个训练 所以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在这个学校的时候 然后平常活动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你看其实这个攀爬 其实有一些小朋友不太敢爬 对就是平常可能没有这个机会玩这个邮剧 那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在他们成长的各个阶段 其实都应该体势能方面 都有这个得到锻炼的一个机会 对他们长大之后的身心的健康 还有这个身体的一个发展 我想也是非常有帮助 主办单位教育处也非常用心和贴心 以及细心的安排人员 在一旁陪伴小朋友安全闯关 让家长们安心和放心 另外像适当小朋友学习脚踏车时 也非常注意卫生防范 每一位小朋友都先戴上一层头套后 再戴上不断共用的安全帽 在疫情趋缓期间 仍然做好各种卫生和防疫的工作不松懈 可以可以可以不做 好漂亮好漂亮 除了为闯关的小朋友加油打气之外 市长林佑昌也很细心和用心 当作视察校园环境 注意到深美国小包括活动中心顶部 隔热层剥落等问题 都要求教育处协助校方整修改善 林佑昌最后也为完成各项闯关游戏的小朋友们 挂上金牌 并且赠送爆米花作为奖励 鼓励小朋友们培养运动的好习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委托行因为时代的演变没弱 不过近年在商圈店家与基隆市政府 及市议员童子委的共同努力下 吸引了不少创意店家进驻 一家由基隆子弟返乡创业 结合车轮饼的特色冰淇淋店 就选在万圣节的前夕开张 特别招待小朋友品尝 一起来看这结合复古与创新的委托行街区 不管是仙荣国小的镇耳太鼓 小巷幼儿园的可爱律动 还是仁爱国小舞蹈班 与成功国小音乐班的专业演出 都让人感到开心 这里是基隆市委托行街区 近年来在基隆市政府与当地市议员 同志委合作推动下 保留了委托行原有风貌 更加入了创新 吸引了不少青创店家进驻 像这家由基隆子弟返乡创业的 双色冰淇淋店 就选择在万圣节前夕开张 特别招待小朋友品尝 基隆市员杨秀玉、张浩瀚、林敏勋 与基隆市政府官及城市行销处处长 曾志文及社会处长吴挺风 也应景的打扮成皇后巫师等造型出席 力挺在地产业振兴 也对委托行街区的蜕变 大表肯定 这条委托行街非常的热闹 也是我们怀旧的一个怀旧风 谢谢我们同职委、同议员 他在当选议员三年期间 对于委托行街区真的是尽心尽力 谢谢你 那我们有怀旧的感觉 基隆的委托行是我们地方创成 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那在今天呢也特别开了一间新的 容胜委托行的冰淇淋店 也是全用粉红色的一个色彩 那希望把它打把委托行打造成一个 让市民觉得更加活泼的一个区域 我们同志委议员跟我们这其他几位议员都很关心这个委托行 那在地方创生上做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现在在委托行在这个街区里面 其实非常多的店家一直在进驻 那也活络了这个地方 那希望可以找回40年前的这个光荣的农景 我想委托行这个街区其实是基隆一个 做这个地方创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万圣节呢 也配合搭配推出很多特色的游城 那委托行街区就是其中一条 那整个委托行的一个繁荣跟再生 可以让我们基隆的一个美好的回忆连接起来 就跟我们今天次双麒麟一样 想到我们愉快的童年 周曼城吸血鬼的基隆市员同志委表示 委托行街区除了重现过去的荣光 更展望宽阔的未来 其实我们委托行呢 贩售着是过去基隆人的光荣记忆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来委托行走走 除了怀旧以外 我们现在也迎向崭新的未来 我们地方创生走三年来 今天我们再度开了一家 这个非常有创意的冰品店 那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年轻人的创意 也感受我们基隆人的热情 打扮成各种动漫人物的小朋友 也开心的向街区店家讨堂吃 10月30号委托行街区还举办万圣节女巫市集 加上系列讲座街头艺人表演 及万圣节联合直播等活动 民众持五倍券消费还有加码优惠 欢迎民众来街区亲身体验 基隆人的创意与热情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 朝近海洋中心里有上千种的海洋生物 在人工照顾饲养下需要四育圆悉心呵护 疫情逐渐解封 海科馆就举办了一日四育圆的职能体验 邀请亲子参加四育圆一天的工作 小朋友小心翼翼剥虾壳 将虾子剁碎 但这还没完 大鱼要喂食肉块 但像热带小鱼 就要像这样将虾子剁成泥状 最后加入鰻鱼粉 捏成条状 分给鱼儿吃 他依照他嘴巴的大条 去喂他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就让他们自己 捏捏看饲料 接下来喂食任务 正式登场 只见鱼群抢食鱼饲料 让第一次在水族馆 喂食的孩子和家长印象深刻 所以你要仔细看 要仔细看什么鱼吃人的饲料 就没有在这个角度 就是看过这么多 大型的鱼类这样 平常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 所以希望说能够来参与的这个小朋友 可以在参与的过程中 实际的体验和实际的知道 我们平常准备的喂食的工作 和平常做清洁 整理的这个工作的细节 海客馆朝进海洋中心内 市医员每天都要照顾海洋生物 到底在忙些什么 令外界好奇 疫情逐渐解封 海客馆举办了一日市医员职能体验 邀请亲子从制作飼料 喂鱼到清洗鱼缸 样样都来 喝海 海 星 星 海 星 它感觉怎么样 重重的啊 然后下面有戏盘一粒一粒的 一粒一粒的啊 会不会害怕 不会啊 但是它应该会害怕吧 就很喜欢海洋生物 所以就想说它是太有兴趣的东西 所以就会想要带它来 我们也常常参加海客馆活动 不错啊 可以让小朋友看到很多海洋的东西 来到浮游生物耳料区 透过放大镜 认识浮游生物的耳料 是如何进行喂食 因为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很想要 养生物在家里面 可是他不知道一个水族馆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的心地在后面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日市医员 大家有机会来照顾生物 可是也有机会去认识 要养一个活体在人为的环境里面 是需要花很多的工医 要帮它整理适当的耳料 还有另外一个就要注意水质 那这个就是这个的目的 我们希望推广 未来就算你要养生物的话 你要好好照顾它 然后应该注意哪些重要的事情 这些市医员每天与海洋生物相处 说简单也不简单 除了要有专业知识 更要有一颗爱心 海客馆只能体验 让外界知道市医员辛苦的一面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基隆市文化局2021 向大师致敬活动 基隆彩虹灯塔影展节目 由策展人知名的导演 周美玲的得奖作品 刺青大头阵 吸引了不少影迷到场 由于2005年第42届金马奖 曾经在基隆市举办 基隆市长林永昌就指出 在文化中心准见 及国门广场等环境改善工程完成后 希望能够邀请金马奖重返基隆 让电影人及影迷 能够在美丽的山海城市中 享受金马盛宴 在知名影评人脉络于主持下 基隆彩虹灯塔影展 正式揭幕 这是基隆市文化局向大师致敬活动 今年特别邀请出身基隆的知名导演 周美玲担任影展策展人 希望让基隆市民能更深入认识这位 不但是基隆之光 更是台湾之光的电影创作者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基隆之光也是台湾之光 我们周美玲导演 是我们今年向大师致敬的一个我们的对象 然后今年的一个策展 非常的一个精彩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电影 周美玲特别挑选了包括赤青灾类 七部曾获得国内外电影奖项肯定的经典性别议题电影 为故乡基隆打造丰盛的电影饗宴 包括五部很精彩的 都是全世界三集迎战以内非常重要的作品 包括蔡明亮导演的青少年罗诈 张作记导演的那个醉生孟子 还有杨雅哲导演的女朋友男朋友 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刺青还有爱莎 另外还有拿到柏林泰迪雄纪录片奖的 黄慧珍导演的日常对话 就有很多精彩的电影还有纪录片 很欢迎各位基隆市民们赶快来观赏 除了举办彩虹灯塔影展 金融市长林又昌更希望 在完成挖中心整建 及国民工厂环境改善工程后 能邀请金马奖重返基隆举办 这项提议也获得导演周美玲的大力支持 文化中心也正在整修整建 然后这个演艺厅也整个翻新 所以搞不好之后这个金马奖应该可以移私到基隆来 然后旁边又有这个山海的一个美景 那国门广场城际转运站 还有包括这个邮轮转运站 全部都会完工 所以我觉得以后有一个山海的一个城市来举办金马奖 应该是未来很有卖点的一个地方 所以一边来看电影 而且那个红地毯如果就在海港旁边 大家就是电视在转播那个明星走红地毯的时候 就可以把我们基隆的美景带到全国的观众 电影播映后的讲坛更令人期待 除了周美玲包括知名导演蔡明亮 张作记黄慧珍及台北影展新科影后杨静 演员黄上和也分别与影迷们面对面唱谈 让影迷不仅欣赏到精彩的电影 还能进一步了解导演的创作理念 与演员如何揣摩剧中角色 记者张旗辰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位在基隆市中山区的两座公车后车亭 因为老旧漏水的关系 下雨天总是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让等车的民众非常的困扰 市议员张炳君就特地邀及相关单位会刊 决定在一个月内整修改善漏水的问题 下雨天等公车时 如果后车亭里面总是发生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的情况 您气不气呢 位在基隆市中山区的统一新城站 和中山区行政大楼站 两座公车后车亭 因为老旧漏水的关系 总是让等车的民众又困扰又生气 而接获反映的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邀及当地德河里长 以及公车处人员一起会刊 也决定将在一个月内整修改善好漏水的问题 因为这个公车亭已经很久没有在做维修了 所以它年久失修 都有一些漏水的状况发生 然后我们请议员邀请公车处来办理会刊 共同来商讨怎么来改善 这是希望把除了漏水 到时候还有油漆的剥落 座椅的损坏 一并的把它处理好 提供给我们这边所有的居民 一个安全舒适的后车空间 当然未来我们也请公车处交通处研议 来去跟公路总局申请经费 我们希望把统一新城的后车艇 把它加宽拓宽 因为这里其实大概有三四千人的住户 都居住在这边 也有许多的社区 如统一新城 台湾透天 传家宝 甚至未来的新衡兵 美之国 这些的住户都会用到这个后车艇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考虑到未来 然后将会申请的经费 把它拓宽 让给所有的居民 更安全舒适的后车空间 同时我们也会针对 我们这沿线的一些的后车艇 来去办理会堪 如果有相关漏水的问题 我们也会一并处理 把它解决掉 这些所有漏水 然后让所有的居民 可以在安全舒适的后车环境下 等候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 张炳君强调对于许许多多 等公车的民众来说 特别是长辈老人家 下雨天等公车时 能够有一个遮风避雨 不漏水 避免滑倒的公车 后车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会更努力为通勤族们 改善这些问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 木科解王的灰宏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 请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 参拜感受罚醒 想工作却跟不上 现代科技 为了协助引法族就业 政府提供职讯与津贴补助 各区里办公处 也定期举办真才活动 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老王老 对不偷到哦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隆又出现了急诊室的暴力事件 一名男子酒后失控 和别人起了冲突 从救护车上一路闹到了医院 还出手攻击警方派出的快打部队 最后依妨碍公务移送法办 男子酒醉闹事被送上救护车 手还不断的挥舞 情绪相当激动 下一秒既然朝旁边远警 挥了一记又勾拳 好不容易把他送到医院急诊室 双手都已经上铐 结果他又抬起右脚 朝远警的脖子踢下去 远警用手保护头 退了好几步 急诊室暴力在上演 这次是协助伤患送医的远警 可能就碰到酒醉的或者是嫌犯突然的攻击 或者是导致我们的受伤 如果还手 还了手的时候就会涉及到法律的问题 就是会涉及到伤害的部分 常常会遇到那种 要有精神方面的状况 他有时候甚至有拿刀的行为 那我们同事都常教育他们说 就是要有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一期酒后闹事脱去的行为 发生在上个月25号凌晨 男子先在庙口一间 KTV唱歌之后 再到附近的庙口吃宵夜 结果情绪失控 跟对方起了冲突 大打出手 远警到场处理 他竟然又攻击远警 本所同仁将民众送上救护车 绝不宽带 记者黄绍铭 金融报道 国民健康署109年国人吸烟行为调查发现 从107年开始 18岁以上女性吸烟率提升 显示烟品对女性的危害不容忽视 因此国民健康署鼓励 女性吸烟者要勇于戒烟 为自身与下一代的健康着想 陈小姐在国中时期受到同学影响 借吸烟融入团体 一晃眼已经24年 曾认为吸烟是放松压力 但两年前 女儿的一句话改变了她 最后成功戒烟 就抽了20几年 到有一天我的女儿 前两年我的女儿跟我讲说 妈妈你抽烟好臭 而且你好丑 然后因为这一句话 我觉得 怎么会有人跟我讲这一句话呢 然后我就跟想一想 原来我是这样的妈妈 然后我觉得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戒烟的 上了一个礼拜 我终于把烟放下来的 因为我想珍惜我的女儿 珍惜这所有的美好的一切 所以我戒烟的 根据国民健康署吸烟行为调查 18岁以上女性吸烟率 由107年2.4%上升至109年2.9% 其中女性吸烟者使用加味烟 比率由33.6%上升至41.7% 在提倡戒烟的风气下 男性吸烟率正逐渐下降 可女性却不减反增 虽然好像看起来台湾 女生抽烟的人口好像没有那么多 但是其实这个警惕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在这边 共同呼吁这样的事情 所以打击烟害 守护女性健康是在做 不管是男生女生 我想我们应该都可以 共同呼吁的地方 那加味烟 盐不严重 是这样的 其实在美国的调查当中 有八成以上的青少年 他人生接触的地支烟 居然都是较为甜 那世界各国也有十几的国家 其实是民文禁止 家味烟的 所以台湾也不是第一个 那再来是 我们在家味烟的处理当中 大概就是把什么花香 果香 巧克力香等等 这些就是所谓 中央卫生所谓机关 民文禁止的添加 我们的希望 我们不要放在我们的烟亭当中 因为我们真的很怕 我们的青少年 他是因为好奇 或者是因为觉得 很愉悦有舒适感 或者是因为觉得 他这样子不会比较淹害 比较不会危害 而有这样的错误认知 把人家中他烟云的形成 医师强调吸烟除了会导致 心血管疾病及癌症外 还包括身孕能力降低及受孕困难 也会影响个人外观 皮肤会产生皱纹 加速老化 亦会导致牙齿变黄 身体散发异味 因此鼓励女性也要戒烟 利用国建署提供的多元戒烟服务 由专业医师 药师及戒烟 卫教人员 协助戒烟 增加成功率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道 明华园经典作品《韩香子》再度回归 这一次由团长陈胜福女儿陈昭贤 担任制作者 除了资深演员外 还加入了不少青年军 舞台服装都焕蓝一新 赋予明华园经典老戏新灵魂 台湾戏曲名小生孙翠凤 饰演痴情男主角韩香子 用她的真情 在历经数百年轮回中寻找爱妻 明华园经典作品韩香子 好戏再度开箱 在文本不变下 舞台设计服装道具皆焕然一新 高规格打造别具特色的视觉设宴 这一次呢 我赋予她一个新的角度 所以我包括衣服的颜色 我都让她改变了 变成紫色 不再用蓝色忧郁 忧郁一下下就好 因为我觉得现代人 很多人都是执着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生活态度上 很多人也都会忧郁 而且求助无门 我不希望再把这样的负面的能量 告诉大家 我希望大家在忧郁当中呢 我们要有一存的一个希望 有希望就要打起精神 我们这一次的整体的视觉美学 我们希望朝向一个轻时尚 所以它轻轻的淡淡的 但是我们用大量的线条去勾勒出 每一个场景的不同 不管是湘江 不管是天界 或者是神仙界等等 那也用双层次的色彩去描绘每一个 代表每一个不同的区域 韩湘子下凡寻找妻子 遇见了面容相似妻子的三名女子 而这四个性格相依的角色 全由郑雅生扮演 在舞台上大秀实力与演技 因为这个戏其实是几年前 在廊田园演过 已经很久 17年前在廊田园演过 然后呢 还要把它给封箱 然后呢 现在能够再把这个金钱 拿出来再演 那更令人挑衅的 其实是高显 变成这次的制作人 我自己就觉得 能够有一个作品 经历了这么多的时间 然后有第二代 来 其实应该是第三代了 第三代第三代 来接手成为制作人 这件事情的那个意义 用来说 真正是 这个表演出产业的某种福气 或者是我们的某种 对未来的希望吧 这部戏睽違17年回归 加入不少七八年级新生代 重新诚试角色 增添亮点 也将传统戏曲传承下去 延续精彩 记者温文俊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y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